从生活中来讲起来 先修外法 再修内法 在外法相应 再修内法相应 再来是无上法 无上的密法 接着就到了大野满的大野满法 我们称为这个是属于四种灌点 最主要的四种灌点 在宗卡巴本身所写的密宗道出帝广论 它分成四种 就是四部 行部 宜家部 无上部 分成四部法 四部就是仪轨 所有的仪轨 很细的仪轨 行部 就是你已经通少了这些仪轨 你可以把那些细部的仪轨 把它很复杂的变成比较简单的 就是行部的仪轨 到达宜家部的仪轨 就是等于是说你已经跟本尊相应了 你的一切都是跟本尊合一了 你的一举一动就是本尊 那个是属于瑜伽部 最后是无上部 无上部它包含了大野满的 跟无上密法的两个合起来 所以无上部呢 就等于说 因恋之间 你就可以成就这个事业 因恋之间 你就是有功德 因恋之间 你就成就事业 成就功德 所以密教其实分起来是这样 身精进 身体清净 口清净 意清净 身口意清净 再来就是事业清净 再来是功德清净 这五种密教的修行 到最后是事业清净 功德清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